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早上回忆》 我是《早上回忆》 我是《早上回忆》 那我们先看今天台股大门表现 今天台股大门记昨天 昨天几几乎乎 整个盘面都是在盘下 那到昨天这个收盘 是收链跌虎 到收盘进行小跌9点 那重点我想 我们在昨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特别特别针对近期的台股 包括就是说 从这个上个礼拜礼拜五指数 创历史新高 来到这个16041点的一个后续 当天是形成一个创高 然后开高走低的一个压回 上个礼拜五是拉回个90点 相对应 就是说它在当天 是量价同步的一个倒顶 指数创历史新高来到16041 那当天的量来到这个4376亿 同样是这个台股的一个新的一个天量 那从那一天开始我想 就是说经过这连续这两天的这个压回 那这个压回我想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依然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就以整体台股的一个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架构 依然维持这个强多的一个架构 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那我们就是说在之前的一个节目当中 也特别跟各位做强调 就是说以这个波段台股 毕竟从这个12800点一路涨 已经涨了超过这个3500点 那毕竟我想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在近期都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就是说 指数已经涨那么高 那在这个阶段点 如果说你是踩一个叫反向的一个避险的 一个卷空的一个动作 到底适不适宜 那当然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特别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也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你在这个阶段点有想呼应一句老话 股票市场涨多 叫做最大的一个利空 那重点是说到现阶段为止 台股 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是维持这个多头架构 我想各位你就看这条月群线 月线目前的位置点在这个15,029点 15,029点 相对距离现阶段 大概还有超800点的一个空间 那等于说你在这个阶段点指数 还没有去形成正式转空之前 什么叫转空 跌破月均线 月均线趋势开始由上转下 你想你就符合这两个条件 月线有没有跌破 月线目前还差了快800点 趋势依然 我想这都是还是维持这个高角度的一个上扬 大概45度的一个高角度上扬 那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我想 我们在鼓鼠式的一个操作 我们当然的话还是强烈建议各位 全面性都是眼见为平 你不能是平感觉 就是说现在感觉已经涨很多 你可以去做卷空 那毕竟我们的操作 依然还是要有所本 有所本 既然这个盘式多头的一个架构 还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新台币汇率升值趋势还在延续 资金行情还在延续 那当然的话 你的策略面的一个重点 依然维持做多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策略 我想这个部分依然 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那后续只要各位看到 跌破月线 月线趋势开始由上转平走下 我想到那个阶段点 我想我们也不是死多头 也不是死空头 到了那个状况产生的那个当下 我们才会去带各位去执行 这叫反向的一个动作 那到目前为止我想 既然多头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那当然你的策略 还是维持做多不便 那重点是说我想我们从这连续几天来 包括从上个礼拜五 大盘当天也不够跌90点 86%的个股都是跌的 昨天大盘小跌4点 那问题昨天62% 超过六成的个股是跌的 延续在今天 我想今天是比较涨跌大概一半一半 涨的是49% 跌的是51% 跌的加速还是略多 以这个涨的一个加速 那当然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当然的话就是说 以今天台股大涨个265点 盘装一度大涨的超过这个300点 那下面到今天这个收盘下 我想距离这个历史性高 大概有仅仅是那100多点 那我们在以往也透过 我们台股跟这个国际股市的一个比较 包括像跟废城半导体来讲 汇半最近又创高了 那等于说 这个波段 废城半导体 从这个11月初 涨到目前已经涨了39% 39.2% 台股也不过涨多少 3500点 3500点 才28.5% 落后于被城半导体 落后37% 那甚至包括像雅谷跟台股 最类似的这个南韩指数一样 创高来到3266 它涨了44.1% 台股是落后高达55% 所以说以这个阶段点的台股 毕竟相较于美国 相较于南韩 我想我们的疫情的一个控制 尤其说今天又产生 这个院内感染 又是新增这个势力当的话 短线上的一个冲击一定会有 那重点 你趁这个利空 各位你要去做什么一个动作 当然 多头架构逢压回 就是做到早埋点的一个策略 我想这个策略依然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所以说我想 以在现阶段台股大盘的一个部分 各位 你最大的一个课题 现阶段依然维持强多 那重点我想 轮动 做不断这些族行个股 不管是说像半导体 像今天金眼双雄 像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又是创利子新高 来到这个632块钱 那当然今天台积电一档个股涨了 收盘涨了20块 几几乎乎 大盘涨了265点 也绝大多数都是台积电 包括像连电 连电盘中也都快逼近到涨停 金眼双雄贡献出来 金眼双雄贡献出来 金眼双雄 台积电是持续座量创高 比那一天礼拜五 礼拜五爆量 收黑 那当天 一样形成一个叫做 量价的一个倒顶 那量价倒顶 问题是说 经过也不过才两天 两天 台积电又已经克服到这个量压 代表就是说 这一根长黑黑棒 这一天当天成交的大量 到今天为止台积电 又是全部换手成功 换手成功 持续性又在攻 那既然台积电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败相 那当然话 一样请各位 大半的部分 依然还是最后做的持续性 后续的道路一样很简单 持续性会做创高 那当然话你的策略依然 逢压回 一样请各位 留意 来做买进的一个策略就OK 那当然话 我们在近期也提示给各位 总共这三个操作策略的重点 全面性都是根据讯号 买强卖弱 因为毕竟我们是散户 我们的资金就这么一套 那如果各位 你有买到一些个股套子 就是说等于是 它也没有要发动 一路再做一个震荡整理 比如说你把资金 放到这种没有效率的一个地方 我们一样强烈建立各位 把它去转换为一个强势这种个股 那强势多头个股 我想屡创新高 像刚刚我们给各位看台积电 创高拉回不过两天 今天继续又创高 强多个股 你要去留意这个回撤买点 一趟赚软再接一趟 完成这个任何 就是说强多个股的拉回 拉回依然是提供给各位 上车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时间点 那针对涨多的一些标的档的话 你要去留意高档爆量 高档爆量你要先卖 高档先卖 有拉回再买 那或许有一些个股 你可能 买惊买劳 那重点我想 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一样老化一句 我们希望各位 宁愿你卖错股票 你都不要去报错股票 因为针对这个 你如果说你卖错 后续又创高 买点又出现 你再把它买回来 我想 你多的这个价格 价格差不了多少 你顶多只是少赚一点点 减少一支支 那重点你如果说 爆错股票 后续一去不回头 你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亏损 所以说我们一样提示各位 你要涨多个股 你要去特别留意高档的卖讯 高档先卖拉回再买 那空头股 什么叫空头股 月线跌破趋势往下这个股 逢反弹 如同今天的这个大立光的部分 大立光从5000多块跌破3000块钱 今天一天涨了75块 弹上去依然二话不说 请各位留意反弹逢阻力 逢压力 你要去执行这个卖 卖掉股票 做换股 换到这种强势的主流个股 所以说很简单 一句话就是太弱换强 把跌破多空线 跌破月均线的这种空头个股 转弱个股 逢反弹就是卖 逢反弹就是卖 卖掉之后往这种强势个股 强势个股的一个策略就是拉回找买点 我想这个我们就透过后面的例子来跟各位做分享 那毕竟就是说 针对今天大盘涨了265点 那卧老师我们在今天做了哪一些动作 包括我们从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礼拜五我们针对这档电动车 红家军电动车的这个3D49像正达 正达我想这个波段新波的一个攻击 又做一个展开 上个礼拜五买点 礼拜四买点产生在28.55 礼拜四涨停礼拜五涨停 延续到昨天 昨天继续涨 昨天的正达又涨了3.6% 那延续到今天 今天正达持续性创高来到33.95 那卧老师我们在今天做什么的动作 我想这针对这种涨多个股 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 你在盘中你要紧盯住它的变化 相对我们今天在9.24分 9.24分 我们针对正达的部分 我想这个我们怎么买怎么卖 我们这个讯息也都会直接分享给各位 9.24分 当时买进刚好也是9.24分 在1月15号 那今天1月19号9.24分 当时它创高来到33.95 持续性都涨3%多 那我们在当时市价获利卖出 市价获利卖出 收回资金 我们在做换股的一个动作 一档赚完再接一档 那我想以正达前一个波段 从当时12月24号 那一趟一买一卖 价差是57% 经过这一段整理之后 买点要产生 我们就做第二趟的一个买进 这招今天早盘 9.24分 我们去执行这个 获利出涨 第二趟再把这个18.9%的获利 先放口袋 一样我想透过 为什么我们在近期 有推出一个活动 就是这个双回汇的活动 加入汇園 你就可不可以马上用了 我们这个 赤汇型的这个操盘软体 那相对就是说 你透过这个软体的检视 多方力道做快速的一个衰退 多方力道做快速衰退 到今天这个收盘 已经卖给你即将做一个产生 那当然的话 我们提前 趁它这个多方力道 就在衰退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已经形成一个叫背鱼的状况 坐头的背鱼 那我们一样 透过我们盘装的这个讯息 提示 我们就把我们的货运朋友们 的相关持股 我们在今天 代出 直接做一个代出的动作 先把这一趟价差 先做一趟截取 获利先放口袋 获利先放口袋 洪家军电动车的一档干联个股 那另外包括我们在昨天 昨天我想我们针对这一趟老朋友 3661 47ky 我们在早的节目当中 昨天节目当中 甚至我们在我们这个Telegram 都有直接分享我们的所有好朋友们 各位自己看一下 前面那一趟一买一卖 价差是183块钱 超三成的获利 获利放口袋之后 我们在静待新的一波的一个买点 再做一个产生 一样二话不说 做一个重新的买回 那昨天我们给各位看 空方力道已经快速缩减 买点即将做一个弧线 那我们在昨天预告各位 今天产生买点 你要去留意 这一个波段的新的一波的一个买点 那我想以四星kyky 果不其然今天 今天买点买点产生在812块 8122块钱 那后续股价持续性 又改写它的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今天收在最高 收在这个847块钱 新的一波攻击展开 你在做一个买回 当时卖在这边 796块 那重点是说 我想很多观众们 你会问那种老问题就是说 你卖了之后 你用更高的价格 多了多少 多了16块钱 这个百分比也不过1% 差不多1%左右 我们宁愿各位去卖错 你都不要去报错股票 如果说报错 我想卖逊产生之后 有很多个股是一去不回头 那我想以相关IC设计这一个个股 毕竟是整个一个盘面当中 我想我们之所以一路 带各位从去年到目前为止 来来回回 我已经做过N time 那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 买我们就要买中 就要最强势 整个盘面当中最强势 这个主行个股 IC设计 细事材 昨天预告买点要做产生 那当然我想我们在今天一样 新坡的一个买点 这是我们会员讯息 新坡买点已经产生 那当然会员是可以 着量做一个买进 因为价位比较高 八百多块 四星KY的部分 另外我想我们在今天早盘 尤其在这个节点 为了说我们特别针对相关的 一些电动车的一些个股 因为毕竟这个波段 除了像之前像洪家军 这些电动车的一些概念个股 像政达 像这个乙胜KY以外 那还有哪一些标的 他已经经过整理之后 买新坡的一个公司 又做个展开 那当然话 我们在今天早盘 依然都有直接分享 各位 包括像这个 做这个导线价的这个 5285的这个借铃 买点在70块钱 70块钱 今天盘中一度涨了8%多 到收盘涨了2.6% 买点在这 一样 买进去之后 近代卖讯产生 人家之前卖的一个动作都OK 高际 这个都我们在今天 早上9点多相关分享 买点52.9% 到今天这个收盘 盘中一度涨了3%多 到收盘 小涨0.4元 全面性 这个一样 近代卖讯产生 你在做卖 那今天不动 不代表明天不动 就是说 后续 这些相关电动车的一些概念个股 依然都是指的各位 后续操作面 聚焦的一个重点 这是针对今天我们相关分享的这两两个股 另外我们在昨天也特别一样针对相关电动车做端子 像6279 像湖联 湖联买点产生在117.5% 117.5% 上个礼拜 在礼拜五 亮灯 涨天 延续到昨天 就是昨天 买讯产生 我想我们在昨天9点47分 9点7分 9点7分 我们就直接分享各位 买讯产生在117.5% 那当然各位 你都可以用117.5% 昨天最低来到116 你都依然可以去做到充容上车 买进去之后 我想我们在昨天9点47分的分享 你敢买的人 买讯予到昨天锁住涨停 今天盘装一度还是供到涨停 实际上做个创高来到140块钱 那毕竟我想以湖联 近期也累积一大段的一个涨幅 那相对于就是说 到今天涨停之后 有形成一个油红的翻贴做个压回 相对于就是说 我们的操作一样很简单 全面性 根据讯号 那针对我想我们还是要特别跟各个做强调 针对这种创高 高这种形态这种个股 它今天量是有爆了有点大 那相对于会马上一去不回头 一路下去吗 我们答案给你一样 非常肯定的告诉各位 还没那么早结束 相对于这种创高个股 压回依然 你这个买点117.5没有买到的人 趁这个压回依然你都可以拉回 去做一趟早买点的一个策略 我想针对这种强多个股 我们一路带给各位 这个策略依然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共适股 你就要买这种强势个股 那重点 奇商店没有买到 你就把握住它的回侧 你买第二趟 它有拉回 把握住 这个拉回的一个买点 那另外包括我们在昨天一样分享各位 高点47分 5392映华 我想这两标的一样 昨天买逊产生在24.4 昨天收盘收3.7% 起3% 快前4% 延续到今天盘中一度涨了9%多 齐心做个创高 到收盘是涨了一样半根停板以上 涨5.8% 一趟的一个涨 那重点我想这些个股 不管是说像昨天的福莲 还有这个像映华 我想这些个股票 全面性工具 在早上一开盘 跟我们开盘之后 直接会协助我们 做到直接的一个锁定 那当然的话 你有这个工具 我想挑出来挡住这一档到两档 相当适合各位 集中火力的一个操作 不会像一般软体 挑出来动辄五档六档十几档二十几档 你根本你也无从下手起 你不知道要买到一档 挑出来就是一档到两档 当天产生讯号的这种 多或空或波段或短线的一些相关个股 我们的全面性事先分享 不管各位你怎么买的都算 那正好想我们在刚刚跟各位分享过 我们在今天9.24分已经执行这个获利落袋 那到今天是创高之后做一个压回 收盘的大跌6%多 会买 无论如何也要会卖 那你透过我们这个盘中 配合这个软体的一个协助 跟我们盘中讯息的一个提示 我想你不仅一档每档个股 都能够协助到各位 买的漂亮 卖的更漂亮 正打 那爱普我想 爱普我们在昨天有跟各位分享 昨天麦点已经产生在627 627 那爱普今天 大概收盘的压回 大概 拉回 拉回4块钱 全面性 你就操作就根据讯号 那爱普等于说 这一趟 已经是第7趟的一个操作 从买点在 11月23号 391块 到627块 你就把这一趟 236块钱的获利下差 获利先放口袋 会买也要会卖 工具讯号 都是清清楚楚 爱普云操作第7趟 累积7趟的获利 已经来到762块钱 来来回回 会扩大各位 你的获利的一个价差 从当时 第一趟207块钱 到目前已经7座了 旺久 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二 礼拜二的相关分享 买讯一产生 连续5天 天天收吼 天天壮高 滑汉 同样 买点在这 都是我们在上个礼拜相关分享 连8颗一样 卖讯产生之后 870 当时买点在702 你就把这一趟168块钱 获利放口袋 卖掉之后压回 那我们就请各位留意 像联网科买点 又两个人要出来 请各位一样 这种个股 如同今天这个4968利基 又拉到涨停 四星KY 我们在今年一样 新买点产生 又重新买进 今天继续再做一个 改写它的历史新高 利基今天是涨停 买点又做弧线 那等于是说 你在之前这一趟卖掉之后 压回 新的买点产生 你要做一个重新买回的 一个动作就OK 这针对近期 我们带给各位相关操作的一些个股 四星KY 早跟你说 买点你再出来 那当然的话 今天买点产生 那你要去执行什么动作 买就对了 买就对了 今天雌星 又是改写下 下谈的一个历史新高 今天股价已经来到八百四十七块钱 短短一天又是三十几块钱 的一个获利的价差 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要说我们在今天也要持续性 有提供给各位这个 我们这个双回馈 牛免到来的双回馈活动 汇汇汇起多两倍 汇汇减一半 那相对应加入我们的快打部队的运作 你马上就可以拥有我们这一套 智慧型的操盘问题 针对强势主流个股 我们要带给各位 一趟转软再接一趟 一趟转软再接一趟 那进行为什么我们会锁定这个电动车 我想我们会把这个相关讯息 就直接为什么看好电动车的一些理由 我想我们在我们这个Telegram当中 会直接分享给各位 针对一些相关电动车的一些概念个股 你可以直接留意 一档转软再接一档 本身相关电动车的一些概念个股 一样会形成这个强势的一个轮动 那当然我们后续带给各位聚焦的操作重点 依然会聚焦在这个包括电动车 跟这个IC设计的这相关个股 一样请各位之前一路没有跟上的话 请各位密切跟上脚步 祝各位每年财务顺利我们也见